2018年也快接近尾声了,大家会不会期待2019年的春晚? 春晚,让人期待的就是小品吧。 小品演员给观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,如赵本山、宋丹丹等人,在春晚的舞台上留下了很多经典作品。 如今的赵本山,宋丹丹已经很久没出现在春晚的舞台上。 今天要说,那也是一位优秀的小品演员,也已经很久没在春晚舞台上出现,这位小品演员就是黄红。 说到黄红,很多人都对他很了解,黄红连续24年,在春晚的舞台上表演。 他有着出色的舞台表现力,他的风格非常鲜明,他的表演很容易被人记住,金科次秦王擦皮鞋等节目都深入人心。 他没有特别英俊的样貌,但依旧凭借自己的表演,在全国人民心里留下特别深的印象。 在春晚这个大舞台上,他的所有作品都很好看。 他却在2013年退出了春晚舞台,原因是因为黄红当上了八一纸片厂长,事情非常多,实在抽不出来时间去排练表演。 在13年那个时候,市场上的商业电影已经崭露头角。 传统电影逐渐落寞,黄红在八一纸片厂的电影上花了很多功夫,依然没有让他兴起。 三年后,黄红八一制片厂长只为贝格。 从那以后黄红的消息,就变得上了起来。 因为贝格执那件事,让黄红备受打击。 本来意气风发的他开始变得有些憔悴,完全没有了以前在春晚的那种感觉。 黄红女儿,如今也已经进了影视圈,出演影视剧中的一些配角。 本身影视圈就是鱼龙混杂的地方,黄红不向女儿进入这个圈子。 但女儿选择进来后,黄红还是支持了女儿的做法。 有时,人生就是大起大落。 更不用说娱乐圈这种更新换代特别快的地方。 对于已经58岁的黄红来说,曾经连续24年登上春晚,已经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。 所以不必有遗憾,也是希望黄红在未来的日子,能够过得很舒心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